日本人在看吗 你们今天聊我太深刻 微评 我今天说的太多深刻的话题了 是吗 大王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 我觉得你就是风趣幽默的类型 真好 如果大家现在处于高压力之下的不二不逢 今天大家一起自行小卓吧 更美 你是为自己的小卓找个理由和借口吗 是不是被我们看穿了 今天晚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积极乐观 没有那么正能量对吗 但是我觉得偶尔生活也需要被关注那些 关注一下 不是特别的正能那样的事情 然后让我们能够反过来珍惜当下 珍惜平凡普通的生活 大家对有痛苦的事情 是的 对呀 但是我觉得哎呀 和大家一起聊天的时间就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的疗愈 就是有大家在认真听我说话 然后有大家在给我回应 然后我很久不作曲过 大家还给我发私信来关心我 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当中的一些意外的惊喜 对吧 这个就是需要我值得去感恩的事情 向宇宙表达感恩 它就会给你更多感恩的事情 如果你向宇宙表达抱怨 不公平 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不公平 来到你的身边 这个是吸引你法则 对吧 我今天晚上我感觉 虽然没有小酌一杯 没有喝酒 但怎么感觉自己像醉了一样 随便说话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哎呀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在这里 就是有一些 方便情绪也好 或者是说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生活的一些小想法 小感悟也好 都能够在这里和大家 畅所欲言的聊天 这个真的是一件 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 也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 虽然我们都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 但是在此时此刻 我们就是 对吧 是的 感恩 感恩 非常非常的感恩 嗯 是的 适当朋友也是 就是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嘛 对吧 就是当我有伤心的时候 或者当我有 嗯 生气愤怒的时候 我就接纳 我当下确实是很伤心 我当下确实是 这样的 对吧 我就和我的 负面情绪 然后和我的生气 伤心 情绪 待一会儿 就让它 进来我的身体 对 不会去压抑它 因为我知道情绪来了 它 也会走 对 嗯 别不要说 开心也好 不开心也好 日子还是要过 那为什么不开心一点呢 对 是 该哭的时候哭 该笑的时候笑 这才是人呀 是的 你们说的都很对 是的 嗯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自我接纳很重要 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外貌是什么样也好 我的性格是什么样也好 或者我的能力是什么样的 我都要去接纳 因为这就是我 对吧 这就是 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 我要学会爱自己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有 拥有被爱的权利 对吧 是的 现在是晚上11点39分 马上11点40分了 我明天早上大概还要7点钟起床 每天从8点半到12点钟 然后我又要去孩子家里面 看着他们 陪伴他们一起上网课 一起写作业 所以也希望我在他们人生成长的道路上 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帮助 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 回忆小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位那么漂亮那么温柔的老师 陪伴着我们 然后就是帮助我们做好自我管理 然后上好网课 然后不至于就是手机中毒呀 往往沉迷呀 对吧 说不定他还能够长大以后感谢我 所以我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 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然后我们要努力生活 努力赚钱 那大家我们有空 以后 对 我如果我就是状态好的时候 回到家以后 我可以跟大家再聊聊天 然后尽可能的 因为我也会想大家时间久了 我也会想你们的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大家早点休息 睡觉吧 拜拜 拜拜 好的大文 记住你的话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